双离合虽然也顶了个自动挡的名头 它这个PRND这些挡位都有 但是和采用液力变距器的AT 或者其他自动挡是不太一样的 原理上它反而和手动挡跟接近 用的时候还是有不少地方需要注意 尤其在堵车的时候 这就有点像金鱼吧 那么大一条对不对 虽然顶了个鱼的名头 但实际上查一查 它和河马才是近亲 很神奇 那首先要讲的事情 就是双离合的车子 在短时间停车的时候 应该少挂N挡 这采用双离合的车子 以一定的力度踩刹车踏板 减速到停车的时候 离合器会自动断开的 那汽车使用技术期刊上面有论文 双离合自动变速箱半结合点 标定方法研究上面有讲到 这双离合的车踩刹车停车的时候 发动机转速回归怠速 离合器压力在KP点以下 离合器不对车轮传递扭矩 因此不会对燃油消耗造成影响 主观上不存在能够明显感受到的震动 这里说的KP点 就是离合器的半结合点 这英文很有意思 叫KISS POINT 叫轻嘴点 也就是说你踩刹车停车的时候 变速箱控制单元TCU 它会自动控制两个离合器 和发动机断开连接 相当于已经给你空档挂好了 它是不存在离合器 偏一直摩擦损耗的这种情况 所以不需要再额外 在手动挂个N档的 你要好比你自动马桶 你上完洗手间你走就好了 它自己会冲的 你不用再按 那前一期大众高级工程师 洪志平也讲过 大众的DSG在等红灯时挂不挂N档 没什么区别的 建议少挂 这主要是因为 虽然诸如电磁阀之类的 换档执行机构的寿命都比较长 但是这些不必要的操作 依然是会造成一些损耗的 如果停车时间长 刹车踩得累 你再考虑挂个N档 再拉手刹好了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 双离合的车子斜坡上 一定不能松开刹车 那有些老司机 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的 自动挡的这个车子 包括双离合战略 它不是你刹车松掉 它慢慢会往前 它会有蠕动功能的 汽车维护与修理期刊上面有论文 自动挡车辆的正确使用上面讲 这自动变速箱挂入D挡或者R挡 你松开自动踏板的时候 即使不踩油门 也会有微小的蠕动感 是自动变速箱车型的特有现象 那在某些坡度 不是很大的斜坡上面 你松开刹车 利用蠕动功能 是可以防止这个车辆后溜的 那么采用液力变速器的自动变速箱 这样做问题不会太大 因为液力变速器 它是可以吸收发动机和车轮的转速差 顶多就造成变速箱油温上升 因为它不是硬的连在一起的 是两边在转 中间倒腾的是那个液体 那两个力不是反了吗 搅一搅 它会变热 时间不长的话 温度上升也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双离合是刚性连接 拧一块的 你用这种方式 防止这个往后溜车 离合器它会处于半联动状态 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滑膜 导致发热 磨损 比如这个手机 一个是带硅胶保护壳子的 你虽然比较厚 用起来手感不怎么样 但是安全 另外一个是裸奔机 就一个手机 你用起来手感的确是非常好 啪大一下 我的天哪 又要买新手机了 容易坏 那么第三点 就是双离合的车子 你碰到堵车缓慢行驶的路段 尽量不要跟着前车太近 原因和刚才讲的第二点比较像 主要是因为跟车太近 甚至带着刹车一点点往前挪 也会让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长时间处于半联动的状态 产生一些额外的损耗 那在此之外 跟车过境造成的频繁刹车起步 就这样 也会造成离合器片升温 尤其是在坡道上面 那你如果是干式双离合 甚至有可能会导致直接失效 重庆理工大学有论文 干式双离合自动变速器 频繁动作起步和换 到温身研究上面要讲 利用软件 它模拟分析双离合频繁起步 离合器摩擦片表面温度 这个数据它统计出来了 3分钟内 10%的坡道上面 频繁起步6次 摩擦片温度就超过200度了 就达到失效标准了 6次不算太多吧 那正确的做法呢 是等到前车走了之后 预留出一定的位置 然后再往前走 那保持离合器在运行的时候 能够完全结合 长时间处于这个缓慢的 这个蠕动半连动这个状态 和反复起步 我们是要避免的 那这点健身的朋友 应该是有点体会 你憋好一口气 做个引体向上 这个俯卧撑相对还比较轻松 但是你要慢慢做 做一个引体向上 然后再做个俯卧撑 花个一分钟 这慢慢做 它别特别的累 这肌肉也很难吃得消 越慢它是越累的 那第四个需要注意的点 就双离合的车子堵车的时候 还应该尽量避免大脚踩油门 这个会导致频繁换档的 合肥工业大学有论文 选择性输出双离合 自动变速器的换档品质 研究上面 他做了个记录的 目前双离合变速箱 广泛采用了一种叫做 双参数换档规律的形式 来控制换档 那两个参数分别是 油门开度和车速 也就是说 你双离合它只听 油门和车速的话 换不换档就和你油门踩多声 和车子当时的速度有关系了 那么前面堵不堵车 它是不管的 它也是不晓得的 那和人长得好不好看 一个道理的 我们也是双参数 一个参数叫爸爸 另一个参数叫妈妈 和隔壁老王长得好不好看 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那如果堵车的时候 一下子 哇一脚油门踩下去 大脚刹车 拔在撒牢 这变速箱 它会反复地在一档二档 这种低档来回切换 你开的时候顿挫不说 长时间这样 有可能还是会造成过热 过热的意思就是坏掉 或者说是不能用 那最后要讲的 就是双离合最害怕的 弹射起步了 这点不仅适合 用业力变速器的自动变速箱 比不了 和手动档也比不了 你想要这个车子开得久 你就要少玩弹射起步 毕竟家用车受制于成本 你不可能像保时捷那种 去研发可以匹配弹射起步的 特殊冷却管路和高级摩擦片 它那个双离合你随便弹好了 我们家用车不能随便乱弹的 燕山大学有论文 某轿车干式双离合器设计和分析上面讲 为双离合设计的时候 要防止传动器过载 这结构尺寸和重量都不能太大 那为了在有限的尺寸里面 塞进两个离合器 离合器片相对于普通手动档来说 它是会更小的 热容也会变小 就更容易过热 拿烧开水来打比方好了 你一开始是烧一整壶水 五分钟烧开了 那现在壶不满 你就放了半壶水在里面 两三分钟差不多就烧开了 就这个道理 那所以说家用车的双离合 天生就怕弹射 很容易过热 磨损也比较大 所以尽量少玩或者干脆不玩 要么就是 你备用件买好了在那边玩 当场就换掉 那总的来讲 双离合和普通自动档 以及手动档呢 它有一点不太一样 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基本上都出现在拥堵路况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